套件可能就要用桿裝的會比較好 還有換著經濟力 因為經濟力的考慮 因為這個數目的多管 就跟它費用就會有很大的差異 那我們來介紹一個 其中一個比較常見的套件 一種就是ERROR的套件 它是一個簡單來講 它有一個鐵的空品 鐵的就是一個鐵的環 它裡面你可以去換這個裡面的橡皮頭 這個橡皮頭它就有顏色的差別 它這個顏色的差別大概就是 白色是可能比較不穩固 因為你也不是說這假牙在口內 黏得越緊越好 因為其實對一些比較年紀大的患者 他們其實雙手不是那麼方便的時候 它有時候假牙帶下去它就拔不起來 拔起來 或是在拔起來的時候會痛 所以我們都希望這種假牙的固執力 只要是適當就好 它吃東西講話的時候不會掉 這樣子就好 也不要太緊 其實也會造成它生活上面的困擾 甚至它就不拔了 那不拔會有造成什麼結果 它就把這個假牙固執 固定假都整天都放在嘴巴裡面 睡覺給放著那一段 可能回整的時候才拔下來 它裡面的衛生就會變得非常的差 而且這假很容易塞東西 那研磨也很容易發炎 甚至就是 會有些患者它會在口內 就是會長這個念珠狀菌 就是發霉了 我們基本上也不是希望太緊 足夠的強度就夠 那另外還有就是這種球狀 球狀就是看我們 就是看到這個 它就是一個球的樣子 然後上面有一個橡皮頭可以換 這橡皮頭的優點就是 就是你在隨著拔上拔下過很多時候 它會磨損 那磨損到一段時間 它收掉你只要換橡皮頭就好了 這種換橡皮頭它相對來講 比就是磁鐵是便宜很多 它大概一年到一年半換一次 那一般換一個橡皮頭 大概就是八百塊到一千塊的費用 所以它等於就是一兩年 大概就是花個兩千塊來維修保護 這樣子來維修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說磁鐵 它就提到說 那可能要好幾萬塊的事情 那它也是隨著 那橡皮的顏色不一樣 會有不一樣的頸度 那紅色是越緊緻 色是越鬆 這都可以看患者本身自己的 就是它希望這個假牙在恐嚇的狀況 那這個步驟 這臨床的時間步驟大概就是 也還好 我想說這個地方大概可以省略 那有時候我們在這個假牙裡面 它可以放一些金屬的支架在裡面 因為我們在假牙裡面的方法套件 它會讓假牙變得比較薄 比較薄的話 有可能摔到或壓到 它就有可能裂掉 所以如果換在裡面 加上一些金屬骨架 是一個比較異向的 如果你要換金屬骨架的話 你假一定要重做 然後這個就是它套件的使用 這個可能就是等級轉 這個大概就還好 那這個Locator的這個套件 我們也看常用 它跟它AROT套件也是一樣 就是一個扭扣狀 就是裡面一個支柱 然後一個放扭扣下去 然後有些桿狀的 桿狀大概是用形狀去做區分 還有它在我們收到咬合力量 它用管裝能力來做區分 基本上桿狀的這種 口內是一個 抱歉 口內是類似一個 口內這樣一個bar的這種狀況 一個桿子的這種狀況 其實它支撐力是比較好的 那咬合力量也會比較強一點 可是其實大部分患者 他在帶這個假牙的時候 他不管是桿狀 或是單體的套件 都是滿意度都還是滿高的 所以不一定是一定要做桿狀 那這個是我們口內 可能以後做完 我們就是上二的樣子 我們可能就是四顆子體做三個桿子 或是我們在前面這邊比較遠一點 我們就在後面旁邊做兩個桿子 或是四顆是分開 下二的話 也是就是四顆子體做桿狀的套件 或是單體就是把它各別分開 其實都可以得到不錯的結果 也都是還滿常規在試做的 那我們就是看到說 哪一種套件 因為患者你給他很多選擇的時候 他反而不知道什麼去選擇 所以他就會說 醫師那我覺得做桿的比較好啦 還是做就是單體的比較好啦 那基本上這兩者有沒有什麼差異 其實做桿的話 他的整個治療的時間會比較長 因為他的平床的步驟是比較繁碩的 他大概會比單體的套件 可能要多個四到八次 那就意思來講 就要多一個月到兩個月的一次 一個禮拜一次的話 但是他其實在國外的研究比較起來 不管你是做BAR就是做桿子的 或者是做單體的球啦 或者是像我們剛剛的牛扣狀的 其實他的成功率都是差不多的 大概有些研究是甚至百分之百 有些大概90甚至都95 比較後期的研究 大概在2001年的研究 可能就是90%到95% 在2000年以後幾乎他的成功率 就是都接近百分之百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很穩定 而且是很育後很好的這種治療方式 那不管你是做桿狀 或者是做球狀 或者是做扭扣狀套件 其實患者使用起來 他們滿意度是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理想的肢體數目 這當然是指在下額 因為下額兩顆或四顆 我前兩天就遇到一個阿姨 他種完兩顆之後 又想要弄成四顆 可是因為這個質療 已經一開始就評估了 然後我們就是跟他解釋 之後他也是覺得兩顆用起來 他也是覺得不錯 那以文件上來講 也確實是 不管是兩顆或是十顆 他其實得到的結果也都是很好 不過畢竟一個患者 他只能接受的治療就一次 你很少有說 我們中了兩顆 他不滿意再中四顆 因為我們大部分兩顆的患者 做完之後 他都已經是很滿意了 他就覺得現在跟以前相比 他覺得好吃很多 那假的也很固定 不過就算是四顆 對假期望比較高 想要中了四顆 那也是一個很好的治療方式 所以我們就是說 不管是兩顆或是四顆 患者隊的公植體 這個輔助師 覆蓋醫生滿意度 都是相對很高的 其中影響最大的都還是 一個患者隊假 覺得這個假到底好不好 其實很大一部分就是 他會不會鬆動 假的他覺得說 在講話說不會掉出來 吃東西的時候不會浮來浮去 他就會覺得滿歡喜的 那咬合力跟拒絕效率 只要內容做植體 都是提高很多 那有時候我們做完這個假牙 也是會發生一些問題 這大概就是術後的回診 治療完之後回診 會遇到問題 讓我們可以都是有一些解決的方法 包括我們這個假牙 帶久了 那他就會變鬆 變鬆有種是可以更半裡面的小皮頭 或是我們裡面有金屬的夾具 我們再把它夾緊一點 那這個假牙大概就得到不錯的固執力 那如果是肢體螺絲鬆 再回診的時候把它鎖緊就好了 順便再做清潔 那如果假牙或金屬感狀 這個套件的範圍 這就比較麻煩 這可能整部就是需要重做 基本上會發生狀況很少 大部分患者口內牙齒挺不多 或甚至就是沒有牙齒 雖然咬合力也都是相對弱很多 那金屬感下黏膜症 這個就是口腔會生如果做好 他大概就是發生機會不會那麼高 那最後我們還是要講到 一個人工肢體 患者會說 我這個做完 在口內擠容多久 其實我們都會把這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能使用多久 就斷看我們的清潔保養的程度 做的如何 你說再怎麼厲害 你常規的一個月來牙科一次好了 這已經是很頻繁 每個月來牙科一次 那一個月剩下還有剩下的30天 還有剩下的29天 其實是自己在家裡自己清潔的 因為有可能一副碗筷放在嘴巴裡面 就一副碗筷重複去使用 從29天30天都不去洗 當然是不行 所以我們說 你在口內 我們就是用一些小牙刷 我們用平常的牙刷 我們用一些頭比較小的小牙刷 去做清潔 那也因為患者的口內 他可能只剩兩顆或四顆 其實這個是很好清潔的 甚至家人 紗布或是什麼 都幫阿公阿嬤 就是在家 當吃飽飽 晚上稍微清潔一下 都是很簡單 像這個桿狀 就是需要用這個 齒天刷伸到底下去做清潔 你清得越乾淨 這個紫牙人存活的時間會越長 那因為我們紫牙 它是已經是一個人工的東西 它不會觸牙沒有錯 可是它畢竟還是靠齒操骨去支持 只要跟骨頭有關係的 都跟壓軸病有關係 所以紫牙它雖然不會觸牙 我們都這樣就換得講 紫牙不會觸牙 可是它確實還是會壓軸病 那你避免壓軸病的不二法 當然就是清潔 那清潔部分也是很簡單 大概會比傳統的固定牙都還要好做很多 那事實的回徵也很重要 不要等到有大問題的時候才來找醫師 那個預防剩餘治療 所以我們都換了每三個月或是每半年 你就回來洗個牙 把這個套件 它雖然已經沒有牙繩 這個套件上面還是會有牙結石 把牙結石清乾淨 牙結石洗乾淨 可以讓你這個孔內可以使用的時間會很久 那基本上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一個題目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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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